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法国人是出了名的爱抽烟。 法国参议员格雷·赛特内·纳戴格斯·特尼斯上周直询时提到, 电影内的抽烟场景可能诱导儿童或青少年抽烟。 法国卫生部长布欣·Agnes·布森林当下认同此看法, 导致有舆论认为政府打算干涉创作自由。 相关事件在法国社会引发热议, 布欣也在昨天澄清强调创作自由会受到保障 根据卫报The Guardian报道 法国参议员格雷·塞特内质询时指责法国电影中常有抽烟画面 这或多或少的会让青少年或儿童认为抽烟没什么 甚至让他们尝试抽烟 法国卫生部长布欣当时表示会害那个同僚 法国文化部长尼森·弗莱洛·诺森讨论并表示会采取坚定的行动打击吸烟问题 外界将不新的言论解读成政府打算干涉影视创作自由 引发社会议论争议延烧数日后 不禁21日在推特发文澄清表示 曾未说要在电影或其他艺术创作中的禁止相言 强调创作自由会受到保障 5年前,法国一个抗癌组织发布调查数据指出2005-2010年最卖座的180部法国片中有八成的场景出现抽烟或香烟、打火机烟灰等画面。 世界卫生组织WHO曾于去年呼吁各国要让有抽烟场景的电影进行分级以免又使儿童和青少年去抽烟。